你好 李先生 我想问一下你弟弟在之前到了剧本沙馆之后 他每天的工作时间有几个小时 他们老板给他规定的时间是8点开始上班 是12工作到2点 2点之后他继续上班就算加班 而且他们老板多次提的 就是我弟弟加班的时间非常多 基本上都是到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天亮5 6点这样子的 有的时候还会6点再带到中午 也有发生这种情况 就是说他每天工作的时间 实际上都在12个小时以上 对吧 对 基本上都是这样子的 他也没有周末 没有休息 那根据我刚才问你的这几个问题可以看出 你弟弟他每周工作的时间 已经完全超出了法律规定的这个时长 那么我认为他是一种在超负荷状态下的一个大量的工作 对的 李先生你好 刚才你在回答李律师的问题的时候 你提到就是老板说 你的弟弟如果是超过凌晨2点之后的工作 都算是加班 对吗 这是他在笔录当中的自认还是 还是您跟他交谈当中的一个那个输出 他在笔录上的自认 而且他说的规定时间是8点到0点2点 而且加班时间非常多 加班时长他有没有额外支出加班费用 加班的时候他给的钱会比8点到0点2点时间会给的多几十块钱吗 或者这样子的情况 就是那个剧本沙您刚才也说过是24小时营业的对吧 对 就是整个白天剧本沙的场馆里面是有其他人的吗 有一直有人 但是没有人去推开弟弟这个房门对吧 对 直到晚上有人找他那个待剧本的时候才发现他已经去世了 对这个我也感觉到很蹊跷 弟弟他们店的老板的对象在0.6点的时候他说我弟弟去睡觉 然后他在前台玩手机 他玩到中午12点的时候 就是我弟弟隔壁的环节睡觉 他都睡到晚上7 8点和他起来 到了晚上7 8点的时候老板来店里 而且我弟弟的手机每天晚上8点会有个很大很大的铃声在响 但是他们俩都没有听到也没有发现也没有推开门 到了晚上10点多的时候客人来店里面玩游戏 老实在发现我弟弟死了 在我看来只要场馆内有人 如果发现你的弟弟整天都待在房间内 中午也没有出来吃饭 然后像这种异常情况的话 我觉得他们是有责任有义务 看一看弟弟是不是有什么突发情况 但他们却没有做 我觉得是存在一定过失的